一个巴掌换来了终身耳聋 台北县有一名男子因为目睹女朋友跟别的男人接吻 他一气之下就打了女友一巴掌 导致女友耳聋 不过最高法院居然是后来考量到 这名女子没有重视男女交往 应该要注重忠诚度 所以最后轻判这个打人的蔡姓男子两年出行 家住台北县板桥的蔡姓男子 在三年前因为亲眼目睹女友和别的男人 在车上接吻 气得将女友拖出车外 并且伸手打了女友一巴掌 导致这名蔡姓女子的左耳膜破裂出血 完全丧失听觉 地方法院一审十一重伤害罪 判蔡姓男子三年八个月的刑期 但是最高法院在16号做出了判决 认为蔡姓男子的犯刑 情有可原 值得同情 所以将原本三年八个月的刑期 减轻为两年 他是还要再加重才可以 因为他这样子太过分了 伤害到他 然后让他耳聋 真的是太糟糕了 街坊林芝听到法院侵判的消息 都觉得难以置信 但是听在家属的耳里 事情都已经过了 不愿意再发表任何看法 这个都已经过了 对不对 那都已经那么久了 那这一点是小事情 那已经无意义安 现在全案都已经定验 当事人只希望 一切的纷纷扰扰 都能够早日平息